大家早上好,我们还有几个小时就离开酒店了 非常疲劳,非常疲劳 刚才吃了一个早餐,这个早餐呢 制作的,还是够了 你出门也不需要那么多,它是有两种鸡蛋 一个是这种,很尖的这种,就是打了蛋黄蛋白的这样,然后很软的,会炒得很嫩的,没有什么油的,这是一种鸡蛋 另外一种鸡蛋是煮的,大家知道煮的呢,咱们东北人,东北人,咱们北方人,咱们北方人 我太累了,我今天说话已经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我会努力,我昨天工作到两点多 一超累的时候就很难睡下了 然后还有些视频自己要再重新整理一下,再做一做 很不容易哈 而且已经看到,大家会看到我那个视频呢 就是我在德国的时候,昨天早上 我看到我的浏览是已经超过一百万人了 所以也比较兴奋,昨天很兴奋 我说请姐妹们喝茶,喝咖啡 结果又看到订阅也超过三千了,这是我一个小目标 所以我还是昨天比较兴奋 在镜头面前,兴奋兴奋 其实就是你说你给大家拍一个,中国老大妈老是那么灰灰暗暗的 板着脸是不是,多扫兴,你看我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我也是,我愿意带给大家最快乐的那一面 所以呢,谢谢大家的订阅,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希望我的视频给您带来很多有益的东西 刚才说到吃这个早餐呢 我本来是带相机下去,然后一边吃一边说 但是算了吧,我坐的角落很好 它正好有这个横横格格的那种窗帘 然后透过那窗帘的那横格向外看的时候 正好是有雨滴在马路边上 然后对面是一些居民的这种楼 还有树林 哎呀,我说要把这镜头带过来就好了 可以拍一点漂亮一些的角度 漂亮一些的,更多美感的东西给大家 但是说真的,真是不容易 一个人做,一个人说,一个人做,一个人说 然后还要编辑,花很多大量的时间,大家知道 所以,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都是值得的 我说呢,我今天超累超累的 我的身体失误中就是 一定是伦敦时间七点半左右醒来 所以很准时哦,很准时 我的表呢,是当地的八点二十多 然后就慢慢醒来 然后把自己再重新整理 拼到一起 哦,我又回来现实了 那我就 看看今天怎么样 要做什么 所以就立刻这样 慢慢就醒过来 早一点吃早餐 然后,还是没有给大家拍再吃的状态吧 但是,想跟不太了解欧洲国家的人呢 朋友们提醒一下 特别是你来这,这边国家旅游的地方 旅游的时候呢 就是吃了这个自助餐的时候 要 要左右看 要慢慢 不要冲 不想就往前冲 大家,特别是今天这个酒店人很多 早晨 所以我也观察他们 他们也会看一下 谁在我前边,谁在我后边 谁在我左边,谁在我右边 因为相对大家还是在一个排队的秩序 你先拿一个这个 盘 然后 拿刀叉 拿杯子 然后还有面包 你要是拿一盘子切片面包放上来 然后 紧接着就是 你可以接一杯咖啡 或者是热巧克力 或者是开水 或者是奶 还有另外一种呢 带有巧克力的 还有另外一种带有咖啡的 还有更浓一点的 所以 特别是我们 有些中国朋友可能看不懂 英文 他这完全是德文 我今天早上根本看不懂 但是我不怕哦 我会很 就是 excuse me 就是 对不起 我一指这个 很热心的 两个人三个人就帮我按 问你要什么 我说Water 我一说Water 就知道Water 我说那个Cappuccino太浓 我不要 Express 就更浓 这种咖啡 我早上我不要喝那么浓 然后很 人家端着盘子 就告诉我是哪个 是哪个 他还问你你要哪个 这都不是服务员 就是说你不要急 慢慢走 然后呢 看到有人会帮你 我也搞定了 后来我记住那个是水 我回头又 沖了两次水 我超渴超渴的 所以我是好心的 提醒大家 我们中国人在外边旅游 就是要注重自己的行为 这个行为就是不要 不要快就行 你慢一点 你慢没有人埋怨你 你一快了 你就会出点小错误 可能你是冲在人家前面了 或者是碰到人家了 踩了人脚了 跟开车一样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在德国 我真的听不懂人家说什么 我也看不懂 那就我跟一样 就是外国人来这里嘛 忙碌亚嘛 所以很多都是欧洲人旅游的 他们也是客人 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客人之一嘛 所以我很很 就小心翼翼的看好 不要着急 研究一下 然后这个杯子放对地方 然后按哪里 按不对了就问人 不问之前就问一下 都没有问题 记住会说请教 会说谢谢 这就完全搞定 真的挺好的 另外就是食物 当然不要拿太多了 你可以再回来吃 我们是自助餐的 另外你不太肯定 那个东西你喜不喜欢吃呢 就先不要拿 或者是很小一点量 放到你的盘子上 另外他们有些不同分法了 像说这种杯子就是 像这种杯子一定是热的了 一种热的了 那透明的呢 我这没有透明的 透明的玻璃杯一定是放水和果汁的 不是热的 这个就要小心一点 一般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也懂嘛 我们要懂一下 然后 要跟着这个队啊 绕一圈过来 要慢 很多人在你前边 还有很多人在你后边 还有很多人从你后边走过去 像我这个地方就是小 没有办法 我这个今天早餐的地方 它就是很小 然后呢 你就很非常可以礼貌的往前让一下 哦 然后左看一下 右看一下 反正你也等嘛 那你 可以调整自己啊 然后呢 要面带微笑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像成这样子 开玩笑 然后呢 转过来 然后看到有勺子 放在那个炒鸡蛋上面 还有火腿 还有切好的芝士 还有切好的干火腿 所以就是 哎 你肯定加了火腿 放到盘子 然后再把叉子啊 或者勺子再放回去 放好一点 这就够了 然后呢 还有刚才说到鸡蛋那事儿 鸡蛋呢 它是还有一种鸡蛋 昨天我没有吃 因为比较干嘛 它这种鸡蛋呢 特别是在欧洲国家 这个鸡蛋它会放到一个小 小托里头 放到里边以后呢 嗯 鸡蛋有头有尾嘛 是把大的那头冲上 哦 然后呢 是比较热的 你把一个小托 然后把那鸡蛋放上以后 今天还好 昨天还有一个小勺子 然后你一定拿一个勺子 然后呢 做到你座位上之后 你要把它敲开 这样敲敲敲 把那个大头的那鸡蛋那头呢 敲软了之后 把它轻轻的敲开 不要整个包皮 不是咱们东方人的那种 煮硬的鸡蛋 它是软的 非常好吃 大家有机会一定试一下这个 而且很难煮呢 这种鸡蛋很难煮成那么软 那么 嗯 而且黄跟这个蛋白还要分离 但是黄是嫩的 这个鸡蛋白也是嫩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太容易把握的 我在家里都很难搞 所以我老公是用一个 时间 几分钟 什么水放进去 然后 是热水 是凉水放进去 然后还要及时关火 搞不好就煮硬了 煮硬了就 不够那么感觉好 大家试一下 然后你把那个 只是表面那肚子的 那一开口 只差你能放到勺子就好 我相信这边是因为冬天天气冷嘛 所以家庭里啊 他就可以把鸡蛋煮好以后慢慢吃 不像我们是整个把皮包掉了 然后拿着鸡蛋酱咬 那是硬鸡蛋 他们也有硬鸡蛋 他们会放到醋里泡啊 然后或者另外一种吃法 那你跟着自己调节口味 我今天只是讲在早餐的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 我也吃了一个今天早餐 那我吃了多次了 我很专业了 我这样 哎呀很享受 那黄很软 又熟了那种 没有腥味的 鸡蛋煮不好 会有腥味嘛 煮过了就硬了 所以那蛋白也非常好 软软的 嗯 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享受 然后我就 吃了两盘三盘吧 很高兴 另外他门口会放一些 鲜果可以拿一个 那你一味就拿一个了 两味就拿两个了 或者在那里吃也行 我就把这苹果 我昨天没有拿 我昨天没有拿 不过没有事 我就拿回来 等一下出门再吃 更重要的是 我观察左右 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轻拿轻放 很安静 说话的声音也不超大的 大家 对方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聊天 早上起来 然后特别是吃完以后 吃完以后 一定要 我也没有这习惯了 我一看 哦 他们都自动的拿走 你看他们吃完之后 离开的 基本台面是空的 嗯 除非你确实是紧张和时间的 赶不及了 要立刻冲出去的 那种就不要管 也没有事 所以 这个是 提醒大家出门在外的 因为我真的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个人的形象呢 确实是影响到 大家对我们的 这种印象 因为 你做好了 你这次做好了 下次还做好 做的仪表啊 态度啊 然后呢 你在德国做好了 你还可以到法国也做好 在澳大利亚也做好 特别是在多人 外国华人的地方呢 我们更要 哎就是这样 他虽然没有仔细观察你 没有仔细看到你 但是我们要相信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 下意识的记忆 你 你本人也会有下意识的记忆的 这是绝对是正常的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觉得啊 那件事情好 我们觉得他们优雅 或者是他们怎么样 和事礼貌 或者他不好 为什么 他也是日积月累 给我们留下的这种印象 也是在你每次在外边 与人交往 在你参加活动的时候的 一种 真的是 真是一点一丁的积累 那我们个人呢 对我们个人的行为 我们不管是不是中国人了 我们自己出门 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个人的态度 我们也很高雅也很好 为什么不呢 是不是 我们不要什么赢得尊重 吃饭赢得什么尊重啊 是不是 我们只是作为个体的人 能比较轻松的来享受你的早餐 然后呢 你融入那个 那个范围里 不管他们是谁 因为大家的行为规范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你拿个托盘 拿食物往前走 拿食物往前走 那你就慢慢的走嘛 是吧 所以在街上走路也是 不要急 特别是如果我们是在国外旅游 我们更要慢一点 从容一点 慢是绝对是正确的 然后呢 你也学到 你也把自己的儒雅风度都表现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 他对方的大脑的直接的反应 他就是 嗯 他不会说 哼 所以是两种的 大家相信我 所以呢 我相信我们都会做得很好 我们需要时间 嗯 因为看到很多 讲到 有些中国老大妈 啊 出去旅游啊 确实是 不够 那这种 嗯 不顾当时的这个 时间地点啊 这种场景啊 有点太过于 嗯 好像是从 从山林里出来的这样 所以就 影响了我们一些中国人的形象 嗯 非常遗憾 我就 觉得 中国的旅游公司 如果给我们有些 提醒会更好 非常遗憾 他们没有上这一课啊 嗯 所以 这都不是大问题 问题是我们看到了问题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时间 就是 也正是我们需要调整跟改变的时候了 我相信我们大家会越来越好 我们没有问题 继续加油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一路支持跟鼓励 我们下次见 我们马上就回英国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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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